中国历史上的十二字北伐北伐一词 一是明朝朱元璋推翻了元代的统治,另一例是近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北伐,最终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蜀汉丞相诸葛亮率领蜀军,先后对曹魏发动的五次战争,五次北伐,虽然蜀军战过脱风, 但中因各种原因而退军,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结束后,由曹真魏统帅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因受蜀汉地形气候影响而退军。 公元234年,诸葛亮率领蜀军第五次北伐,在魏水武藏元,与曹魏大将司马懿率领的魏军僵持不下,诸葛亮正欲屯田久战,因长期鸡毛成吉,心力交退并失于武藏元。 享年54岁,诸葛亮死后,蜀军全军退回汉中,历时六年的诸葛北伐结束,后江维也曾数次北伐,但也以失败告终。 终于在蜀汉延兴元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东晋时期祖契北伐当时东晋政权刚刚建立,北方流氓到江南的人们,为了恢复家园进行北伐,人物首推祖契,当时司马瑞一直没有北伐的志向。 他听了祖契的话以后,就任命祖契为奋威将军,豫州四省,紧紧拨给他亲人的口粮,三千匹布,布攻击兵器,让祖契自己想办法目击,祖契带领自己私家的军队共一百多户,人家渡过长江,在江中敲打着船讲说,祖契如果不能使中原清明而光复成功,就像大江一样有去无回, 于是到淮英驻扎,建造熔炉冶炼焦筑兵器,又招募了二千多人,然后继续前进,经过四年多的苦战,祖契率领的北戴军,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尸体,史实乐不敢挥兵南向,派兴四年三二一,正当祖契抓,紧急鼓炼兵,准备进军河北时,东晋朝廷派戴冤都落北方, 六周诸军事指挥替军,并遏制替军后路,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斗争非常激烈,这些情形是满腔热忱的阻替纠纷成绩,病死军中,北伐功亏一窥,北方领土为后照实乐所得,东晋时期还温北伐全臣还温为了建功立业,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也进行了北伐, 永和三年347年,他率军入属,灭了敌人李氏的汉国,升危大阵,后来,他曾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永和十年354年,他亲率不齐四万余人,连破地独服建军, 持底坝上金陕西长安东,还温因军粮不济,未能攻克长安,会返襄阳,第二次北伐是在永和十二年356年,还温击败羌族贵族遥乡,收复洛阳,还温向近墓地,建议还都洛阳,又建议自西近墨年南仙的土树人等,一律返回故乡, 但上子皇帝下至达官贵人,均安于江南异语,不愿北还,桓温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和其他已恢复的土地又相继失调,第三次北伐是在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不起五万人大败前燕军, 近离方投金河南迅县,可是前燕得到前勤的支援,截断了禁军的两岛,桓温指得退兵,在退兵途中,禁军遭到前燕明将慕容垂袭兵的追击,死伤三万人,东晋时期流域北伐东晋末年,北辅将领流域控制朝政,占据山东地区的鲜卑慕容是南燕政权,此时变成东晋衰乱之际, 屡次侵扰东晋边境,一夕五年四百零九年二月,慕容超大略淮北,流域新兵北伐,四月,率水军从建康北上, 沿淮河,越大县金山东移水北木陵关,此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金山东一都西北,首富清, 沿两州,追货慕容超,斩首建康,自铜温以东,黄河以南,直至青州以为南朝版图,将怀流域得到保障,这事阻替, 环温经营百年所未能达。 道德,刘宇在朝廷终声望也达到极点,进而实现禅待,宋门帝刘一龙原家北伐刘宋, 先后于人家七年四百三十年和原家二十七年四百五十年两度大举北伐, 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攻占阎黄河一线的重镇,然后阎和列数之首, 原家七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劳,华台, 但是等到秋高马飞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阎和的防御便很快崩溃, 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因宋文帝的年号为原家, 故这场大规模北伐被称为原家北伐,又因为此战中, 拓拔韬兵临长江北岸的瓜布山,所以也叫瓜布之战, 后世大慈人心气急曾作勇欲乐,经口北固停怀骨, 以此,六,原家草草,风狼居虚,赢得仓皇北固之举, 说的正是这段千古教训,南朝梁武帝时期, 陈庆之北伐南朝梁武帝萧燕寓以为徒位, 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9年派将军陈庆之, 率西迁白袍西兵雍北位北海王元号北上, 陈庆之率军梁克营成金商秋东,梁国商秋,大梁开封, 行梁,胡老,岁入洛阳,位祝原子忧北陶, 元号在洛阳登位,使北位主政者为尔朱荣, 尔朱荣坐镇金阳,摇至洛阳朝廷,尔朱荣闻洛阳有别, 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 然后拥为主进兵洛阳,陈庆之恶守河阳河桥, 以具尔朱营之军,尔朱荣父才违法,渡过了黄河, 元号集陈庆之军溃败,元号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 为主重回洛阳,陈庆之入落之战, 为刘宋以后,南方对北方较深入的一次用兵, 与刘宋时期的北伐一样,其进兵也肃,其溃败也肃, 南宋高中时期越飞北伐越飞于宋绍兴四年1134年击败叛将里程, 收复襄阳,又承胜北晋,从伟齐守中收复邓州、 唐州及信仰军,绍兴十年1140年, 岳飞自襄阳大举北晋,相继收复影、昌、金河南许昌、 淮宁金河南淮阳、郑州,又配合敌后抗金的、 李兴收复洛阳等的。 七月,岳飞在衍城大败金元帅宗璧之军, 又在隐昌大破金兵的反扑,乘胜禁至诸仙镇, 去汴京四十五里,与金军对垒,准备渡河收复失地。 由于岳飞的胜利进军,河东、河北人民纷纷响应, 袭击金军,断旗归路,金人大恐,准备退回北方。 就在这时,秦桧与金高宗谋契怀河以北之地, 与金人修合,急召岳飞班师,岳飞被迫退兵, 索赴诸州再次丧失。 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 也毁掉了岳飞北伐的成就。 南宋以屈辱的代价换得了暂时的和平, 这就是绍兴和义。 南宋孝宗时期,张迅北伐孝宗, 在经过和主河派的激烈斗争后, 决定派张迅北伐。 张迅坐镇扬州,派手下将领李显忠和都红渊北伐, 宋军出战告解,收复了灵弼和宿州, 但金国很快在河南调集了兵力,反攻, 因为李作不和,宿州失守, 接着宋军又在府里溃败,北伐失败, 主河派看到战争失败,又重开求和论调, 于是主河派开始战上风, 主战派不甘妥协,坚决作战。 孝宗试探了金国的义和条件, 觉得太苛刻,不能接受。 但此时,宋在北伐失败后, 已无力再打下去了, 金又成吉继续进攻宋, 宋岌岌可危, 最后,孝宗答应了金国稍作退让的义和条件, 就是将完颜量入秦后, 宋收付的唐、邓、海、四四周还给金国, 改宋对金称臣为殊职之国, 将岁共改为岁壁, 数量比以前减少二十万, 将秦、商二周的土地割让给金, 这就是历史上的龙兴和义, 南宋宁宗时期韩托舟北伐开启二年, 韩托舟贸然进行北伐, 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失败, 北伐的失败, 让韩托舟成为众矢之地, 他的政敌是米远, 继此与主格派和韩的反对派集结成联盟, 而金人又以杀韩托舟作为和谈条件之一, 开启三年十一月三日, 使米远等在阳, 皇后支持下, 伪造秘质, 将韩托舟杀死, 并将他的人头韩首送到金国, 明朱元璋北伐作为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北伐, 并由南方统一全国, 时代应该大叔特殊一笔, 朱元璋派徐达, 常遇春北伐, 明军在攻占山东之后, 其向西旋转, 攻取河南, 西邸同关, 祖关中军直冬出, 然后, 进军河北, 攻援大都, 大都记下, 在竹山西阔阔且木耳, 进军关笼, 巴蜀, 统一天下, 北伐之前, 朱元璋即已确定其北伐方略, 无欲先取山东, 撤其屏蔽, 悬石河南, 断其羽翼, 震动同关而守之, 据起护书, 天下行事, 人我掌握, 然后进兵原都, 则比世国原决, 不战而克, 即刻齐兜, 走行云中, 九人, 以及关笼, 可席卷而下矣, 明史卷二太都本纪, 朱元璋开创的历史上游南到北统一天下的先河, 不愧为明代开国马上皇帝, 太平千国林凤翔, 离开方部北伐太平军北伐1851年1月11日, 洪秀全1814到1864年, 在广西金田村发动金田起义, 建号太平千国, 起义军衬太平军, 1853年3月19日, 太平军占领南京, 改南京为天津, 定督天津后派林凤翔, 离开方, 其文员等帅两万多人北伐, 1853年5月北伐军从扬州出发, 秦安徽, 河南等的, 进入智力, 逼近天津, 咸丰帝宣布京师戒严, 8月北伐军进攻天津师弟, 1855年3月, 林凤翔, 在连镇土委被俘, 4月3日在北京就义, 离开方退守山东查平冯关屯, 被俘后被押借北京, 6月11日临时处死, 太平军北伐, 孤军远征, 长驱六省, 虽为精锐之师, 但后援不济, 中不免全军覆没, 广大将士英勇奋战, 震撼清朝新藏地区, 牵制大量清兵, 对南方太平军和北方人民的斗争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作用, 国民政府北伐国民政府消灭打垮了吴佩福, 孙传芳, 昌作林三大军阀, 在张学良宣布东北意志后继, 本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 北伐战争败多胜少, 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 绝对不是巧合, 这也说明历史上中国的北方, 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实力, 都明显高于南方, 南方统一全国的条件与时机还不成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